各位听众大家好,我赚明,即为大科奖盖尔泰保 我们接着来讲应该如何正确地认知种族大屠杀 2003年4月间,一流种族冲突的学者西罗 就在科特迪瓦北部的叛军首府布瓦凯进行了访问 他想了解当地人是如何认知导致他们国家分裂的内战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当时城中的街道完全是由武装的叛军用路障控制 操控路障的这些男人和少年态度非常的粗暴 而且经常喝得醉醺醺的 叛军开着偷来的车横冲直撞 几个月之前,城中刚刚发生了屠杀南方人、警察和公务员的事件 多数商店都被暴民洗劫过 战斗时烧毁的车辆气质在街上 那南方人之中的公务员、医生和教师大多数都逃亡了 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属于南方族裔的人留在了境内 不过他们仍然生活在威胁之中 那么在访问的过程中 有一部分呢 是由一些北方族裔的社群领袖发表意见 当时采访是在一处大书音下进行的 那么采访推向中资深的北方长老就拿出了厚厚一点文件 开始以法语宣读 读了将近两个小时 内容都是科特迪瓦的族裔关系历史 从殖民时代以前 经过整个殖民时代 一直到1960年独立之后 他的意思很明白 那就是南方人是懒惰的不文明的 他们是仰仗着北方人的勤奋 才享受了科特迪瓦一度的繁荣生活 北方人曾经建立过优良的酋长制度和帮政府 深知尊重权威和传统的意义 南方人一直到殖民时代之前 都是在森林里过着无政府状态的混乱的生活方式 但是法国人把太多的权利授予了南方人 这是不值得信任 所以必须南北分享权利 南方人必须承认北方人的贡献 这才可能重建和平 但是由于南方人生性恶劣 所以和平是不可能的 那么北方长老所宣读的这些事情 他综合了两种元素 而且这在世界其他的地方也是非常普遍的 那就是一个是神化了的 充满了受欺凌的怨恨的历史 一个呢 是把认定为敌人的族群 贬为十恶不赦的叙述 可言而知 科特迪瓦的南方人 他们的观点也会是类似的 只不过南北调话而已 按照南方人给出的详细说明 尤其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提出的说法 那就是南方人宅心仁厚 允许北方人来到南方的土地上工作 共享土地的财富 没想到落后的北方人忘恩负义 想要夺权 而主宰本来不属于他们的国家 那么基于这种认识的 南方人的种族歧视意识形态走到极端 就形成了所谓的清廉爱国党 也就是科特迪瓦总统巴伯的亲信效忠者 他们奉命到南方的大城市阿比让 去杀害和威吓北方人 以及巴伯的政敌 我们可以看到 缓和地方层级冲突的方法有很多 但是一旦就有刻板印象的群体形象 和历史仇恨 普遍地被人接受的时候 那么即使主张包容的政治领袖 也很难有所作为 人们在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20世纪一直到今天 所发生的很多 灭族屠杀和族意进化的时候 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这种极端灾难的发生 是因为经济的政治的压力吗 是因为偏执的文化弥漫吗 是因为固执于意识形态的 或者纯粹是机会主义的领导者所为吗 尤其是二战期间 德国人对纳粹的大屠杀 那么这种暴行的动机 到底是从何而来 这个争议持续到了今天 戈尔德哈根曾经写了一本 希特勒的志愿跪则手一书 这本书呢 就引起了各界的辩论 戈尔德哈根他认为 纳粹对犹太人的灭族屠杀 背后其实存在着 弥漫在德国的 有数百年历史的反欧文化 那么批评他的人就说 他这种说法过于的简化 并且言过其事 他忽略了当时欧洲其他的国家 也有反欧主义 虽然德国的反欧主义很普遍 但大多数是比较温和的 并没有主张灭族 只有到了纳粹的时代才改变了 那是因为希特勒利用民粹 提出了种族混搭有害 犹太人是污染的种族 等等谬论 借此把他的极端思想合理化 那么与格尔德哈根的论点 明显相反的 则是瓦伦提诺提出的 他说一般的灭族屠杀 并没有广泛的群众支持 或者深层的结构性的原因 主要是由一小撮 正好抓到大权的 意识形态的倡导者的作为 纳粹的罪行尤其是如此 但是他们的争论 只是以犹太人被灭族屠杀 这个最常被当作研究题目的例子 来阐述 其实所有重大的 近现代的大屠杀事件 都会引起类似的争议 其实任何一方的论点 都有其事实根据 所以理由不会只有一个 面前灭族屠杀罪行的人 提出的狡辩 也不会只有一个理由 对于其他族裔 宗教 阶级 地域 所一向抱持的看法 这当然是重要的原因 基层的民众意识 这当然也是重要的原因 走极端的领导者 无论是地方层级的 还是中央层级的 当然也是重要的因素 只想找出单纯理由的人 认为问题能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 那么他们都想错了 以德国的情况来说 如果反右主义本来并不普遍 那么即使纳粹党的党纲 包括最恶毒的反右言论 那么他也不会得到大众的支持 假如德国没有在一战战败之后 受到屈辱 继而遭到一连串的经济危机 那么纳粹党应该只会停留在边缘地位 假如希特勒和他的亲信们 不会把种族再一道走火入魔的地步 那么应该也不会发生灭族屠杀 我们之前讲到的部分 竟然显示出 在纳粹上台之前 德国已经有很多重要的思想家 和精英领导阶级 在风潮的导引之下 认为德国为了求超脱失败和腐化 必须从净化种族除掉犹太人开始 犹太人已经被指为滥用 并且利用现代生活的商业化 所以应当为现代生活所带来的疏离和痛苦负责 如果没有德国精英阶级的 这种意识形态的偏颇先出现 那么纳粹的宣传机器 不可能促成德国人一致的接受 正是因为有之前打下的基础 所以纳粹才能在掌握大权之后 执行消灭犹太人的政策 会被德国的一般大众比较接受 机体屠杀进行的时候 很多德国人也许不清楚残过手段的细节 但大家都知道 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 却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 纳粹党政府仍然受到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 那当我们检视 对亚美尼亚人的灭族屠杀 发生在罗网拿的灭族屠杀 以及其他的一些类似事件的时候 就会发现 他们的背后都有类似的复杂的起因 我们都可以看到 关于族裔和国家的历史神话 制造的氛围 会帮助极端的主张取得胜利 像在科勒迪瓦所发生的事情 它除了结构性的原因 经济困境 政府的政治无能导致内战 另外也有一点潮流的影响 我们之前提到的北部长老和南部极端分子 他们所讲的故事 只有在这样的大环境里才能够发酵 这类事件中有两个特别重要的成分 一个呢是以偏戴权 把敌人说成都是一个样子 把自己这边也都说成是一个样子 这样就可以把敌对族群当作一个单一个体来对待 要想抵挡这种以偏戴权 就必须要承认 人类社会是具有差异性和特殊性的个体 共同组成的集体 集体当然重要 但同时 个人的差异性和独立性也是非常重要 个人不但有权利 而应当被判定 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个体 他不仅仅是群体的一员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种族屠杀中 把群体本质化 把不同的个人打造成一个群体 进行以偏戴权的认知和判断 这是轻而易举的 因此 在群体之间有竞争冲突的时候 仍然能够区分个人 这就变得格外的难能可贵 要知道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法律里是没有关于个人自由的信条的 个人意识当然是存在的 但是立法传统是以社群为本 不是以个人的义务和权力出发 个人在社群之内活动 但不是自主的个体 影响的权力不能高于社群的权力 也不能平等于社群的权力 而是要低于社群的权力 直到启蒙思想出现的时候 立法官里才出现了 个人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个概念 启蒙思想的核心部分之一 就是要让个人在社群和国家之内保有独立性 要确保个人不可或缺的自由 不受政府的侵犯 启蒙思想强调 每一名成年的个人 不受他人指导的钳制 也就是说 个人有自由 不接受社群当权者 或者自己判断以外的 任何其他来源的公认意见 如果个人权力的观念 能够灌输给一个社会 并得广泛为接受 就可以削弱以偏代权的思想模式 但这么做并不容易 因为这违反了人类深层次的冲动 也同时违背了传统式的思考 和当代的社群主义思想 社群团结和个人权利之间 实际上是一种平衡之道 但因为我们人类文明在长时间里 是强调社群团结的 所以在当前追求社群团结和个人权利平衡的时候 我们需要下意识的 在个人权利方面增加格外的关注 否则这个平衡很难达到 那么人类进入到 现代文明社会之后的经验 让我们看到 在西方自由开放的社会里 教导启蒙思想的观念 已经是非常难的了 如果是在并没有多少启蒙哲学思想传统的社会 将会更加的困难 但是这是降低族群冲突暴力发生几率的重要一步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极左的思想 还是极右的思想 都是摆明了要反对个人主义 而主张群体团结一致的 那么在科特迪瓦这样 用历史解释内战与各自立场的表述里 第二个重要的成分就是 所有的社群 尤其是具有自觉意识的族裔的 宗教信仰的民族的社群 都会有类似的故事 这种故事都以记忆中的经历作依据 然而这些记忆不但经常是不全面 不准确的 而且经常是只记忆自己受他人欺凌的程度 这样只会延续仇恨 而更难推动宽容和妥协 人类文明从一开始 就经常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打扮历史 像圣经开头的五卷 是一套律法概要 再加上技术斗争杀戮的故事 想要说明上帝宠爱的人们 为何在顺从上帝时得胜 在不顺从上帝的时候失败 而且这些书卷里还包含着很长的家族戏谱 几个主要目的就是给这些故事 加上历史的坐标 这就给了犹太民族和犹太信仰 应有的位置和定义 那么这种陈述方式 在人类历史的记录中 是非常常见的 每一套历史传统 都会纳入撰写者 想要纳入的事情 历史也会为了方便容纳这些事件而改写 像科特迪瓦的 德国的 罗旺达的 柬埔寨的历史 都经过改造 以便过往发生事情 能够合乎下令屠杀的人 最在意的冲突和意识形态 这样他们才能够站在里子上 鼓动追随者 改写历史有的时候 会包括无中生有的捏造 但是也会一再重提过往经历的 欺悟 失败 悲剧 以便能够凝聚 报仇了意念 并且煽动恐惧 使群众以为 如果不诉诸于大屠杀 就将会有更大的后患 那么有的学者说过 必须忘记过去 才能谋求社会和平 这当然有一定的偏激性 实际上正确的说法是 必须忘记过去的情绪 才能够谋求社会的和平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历史的真实性 越来越难以篡改 越来越难以掩盖 但是人类历史中 所包含的那种情绪 是可以剔除和忘记的 因为这种情绪的存在和产生 是需要大环境条件的 而处于现在的人们 因为大环境已经拾过境迁 所以是否要继承 历史里所包含的那种情绪 需要仔细的斟酌和考虑 只有客观慎重的 对待历史里所包含的情绪 才能真正的解读历史的真相 才能让对历史的理解 真正的指导我们的未来 承认德国人曾经 大肆的屠杀犹太人 这是历史事实 当然是政权 但如果因此就说 所有的德国人 所有曾经和纳粹合作的 政府机构 都应该永远的为此负责 这就太过分了 这里牵扯的 还是一个平衡的问题 但是是否能够达成一个恰当平衡 这并不是明显能够看得出来 但是只要有冲突 就必须努力去做 因为事实自然是复杂的 我们对往昔的历史知道的越清楚 那么神话般的简化历史 就越被破解和阐明 想要利用历史 挑起极端种族冲突的人 也就越难如愿 想要改写历史 来配合当下的政治斗争 也就变得更加的困难 而促进和解 也就会变得比较容易 在互联网革命之后 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教历史的时候 不能再传授一套公认的真相 也不能再只讲一套 简化了的道道故事 我们需要讲授给下一代的历史 是一门可以按照启蒙思考 探讨科学的方式 来客观研究 进行深入的复杂的阐述的科目 我们比以往的任何时候 都有能力 也有需要 给历史研究 提供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大环境 有历史学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世界上没有可以未经观察剖析 就假定是独立存在的真实 没有什么事实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所有的事实和所有的观察者 都是平等 没有什么确定无误的信息来源 是可以豁免检验的 所有的信息来源 都是可以质疑和探究的 探究时可以把所有的事实与特征分开 永远都要质问 是否除了原先假定的组合之外 就不可能有其他组合了 换而言之 世界上的事情不能一概而问 而传统文化中 往往会出现一揽子的做法 在强国的政治意识形态 和宗教信仰中尤为突出 但真实的情况是 世界上的事 必须一个一个逐个来客观分析 但很可惜直到今天 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学校 历史课都不会这么教 年轻的一代 也不会听到自己的父母 或者自己的老师 这样的讲授历史 对于普遍被接受的事实 能够先怀有疑问 再进行探究检验 这样的态度 如果能够充分的推广 那么知识界和政界的领袖 也就不会再尝试去缔造 种族纯正和目标 绝对正义的神话 如果能够按照这样 读历史的方式 来教育未来的社会精英 必然可以使各种阶层 产生那种 杰出领袖的几率增高 而这种领袖呢 能够兼顾动员群众 支持正义目标的需要 但同时又能避免 把对手和敌人 打成十恶不赦 但是令人担忧的是 现在全世界的高等教育 似乎是在往相反的方向走 我们看到的是 对不同意见的包容性 越来越差 而对七夕爆炸时代 所产生的舆论潮流 更多的是盲目的复合 而缺少独立的质疑 和探究检验 那么如果这样的趋势 得不到扭转的话 那么种族政治性大屠杀 发生的风险 自然也在增高 对手和敌人的舆论潮流 对手和敌人的舆论潮流